第十六章 东西南北 佛道两教面红耳赤争执千年 就像形成了一座大泥潭 历代两教高人都不能免俗 或者即便于庙堂 或者著书诋毁 一个个都要在这泥泞里去摸爬滚打上几番 少有能耐种后世公认 能够出于泥而不染的 近百年以来 佛门里出了一名稀有取经的白衣僧人 才减轻了本朝三教牌位 以如为先以道次之 在以佛垫底的尴尬 可惜顿悟一说现实后 对白衣僧人和两禅寺 都是一个巨大冲击 这位高大僧人 曾经笑颜佛道两教之争 就像村里两户老农 抢水贯田 水源相同 但水量毕竟就那般多 谁多偷多抢多片一些水 放入自家农田 谁家的庄稼就收成更好 蒸水嘛 自然要磕碰 先动口 说服不了对面 再动拳脚 实在不行 谁与庭长关系笼络的好 就去让手拿兵器的官家来杀人 这自然是白衣僧人 在自嘲之余 也暗讽了道教龙虎山 亲近朝廷 得宠于君王 自皇宫朝野 往下至江湖市井 在历史上 发起多达六次的灭佛运动 白衣僧人 以往两次在道教祖庭金顶上 独占十数位得到大真人 都是类似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手段胜出 说来奇怪 以往佛道十年一度的争辩 即使有一方大圣 事后也要遭受非议无数 唯独这从不话说尽的白衣僧人 赢得亮亮呛呛 连居傲至极的龙虎山老神仙们 也都只是苦笑 并无太多姐弟 这些年道是经常有一些龙虎山以外的真人 引述摄取佛教义礼 著作种种典籍 抨击对抗佛教 扛着书香 就去两禅寺找白衣僧人理论 结果无一例外 下山以后都不言不语 外人如何询问 都闭口不谈 两禅寺后山茅屋外 一大一小两个光头和尚在晒太阳 这里离近地碑林太近 少有访客 也就没啥四里那些浓重到眼鼻 都遮不住的香火味 茅屋后有菜谱鸡舍 前有两颗桃花 岁数都不大 一颗酱桃 是中年僧人女儿诞生时栽下的 后来他不知道 哪里拐骗了个小笨蛋无南北 又补中了一颗垂直碧桃 后山背阴 桃树长得慢 枝干扶输 这会枝丫碧绿 小花骨盾远称不上风雨 每年两个孩子生日 奔南北的师娘 就会拎着菜刀 拉着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两孩子 去桃树下 依着身高刻下痕迹 早先李东西身为女孩子 发育得早 个子窜得快 每次生日都欢快地像只黄雀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还不断去摸奔南北的小光头 取笑她是个矮冬瓜 可惜风水轮流转 当她步入少女 当她成为少年 李东西就不乐意了 如今吴南北已经比她个子高 这让李子姑娘有些惆怅啊 以后万一奔南北长得跌那么高 岂不是得踮起脚跟 才摸得着她脑袋了 小和尚今日无需给世经讲法 而且明天要顶替师父 前往龙虎山莲花金顶 小和尚终归是在两禅寺 都能以李夫人的小年龄大蒋僧 瞧不出有何怯场 只是郁闷问道 师父 明天我就要去龙虎山与他们吵架了 怎么还有道士上山来跟你叨叨的 白衣僧人躺在一张藤椅上 抚摸着光头 瞥见媳妇走出茅屋要洗衣服 与其坚定说道 山上山下都知道 你师娘手艺好 来蹭饭的 小和尚真是笨啊 石城说道 那师父 你昨天为啥背着师娘说 那盘咬春的清酒盐放多了 找我要水喝 我觉得咸淡适中啊 不过这些倒是也太得寸进尺了 虽说来者是客 可师父师娘都做了一桌子饭菜 他们饭也吃了 还要跟师父 你吵架 吵不过了 就撒谱耍横 好吧 师父你先耳边呱噪 领着他们去屋后头 请他们拿拳头说完道理后 骂了师父还打了师父 到头来 师娘还要陪着笑脸说 咱们的不是 爱 这师道 白衣僧人尖头被女子恶狠狠凝了一把 金刚不败个傻子哦 这位光头大叔直皱眉头 满脸可怜 等挽着盆子的媳妇冷哼着走远了 他轻轻一拍笨徒弟的脑袋 瞪了烟 倒也没有出声训斥小和尚 没有眼力劲 奔南北挠挠头 确实如东西常年所说 挺滑不溜秋 像个沐浴 小和尚哀声叹气道 师父 我到底行不行啊 到时候吵架输了 万一老方丈连铜钱都不发给咱们 到时候 师娘肯定怨我 最是被懒的中年僧人不负责道 老方丈说你行 你说行不行 小和尚有些犹豫 这个 还是不太行吧 老方丈见谁 不是说行行行 半年前天竹来的那个外地大和尚说要见词说法 老方丈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把眼馋了好些年那块地的慧贤方丈他们给气道 还有 一个月前 法林师叔说要还俗 不当和尚了 要去山下当喝酒吃肉的屠户 这么大的一个事 老方丈也只是笑呵呵说行的行的 还有 前两天才八岁大的永法师弟跑去老方丈禅室 说不给糖吃就撒尿在那里 老方丈不一样答应了 白衣僧人云淡风轻呕了一声 反问道 东西说你行 那你行不行 奔南北顿时眼睛一亮 咧嘴憨憨笑道 我看行 白衣僧人没好气道 那你叨叨什么 你去看看东西帮你整理行囊如何了 我的闺女都没这么对我过 见你就心烦 去去去 小和尚嘀咕道 师父你又不下山远行 见到师父瞪眼 奔南北赶忙从小板凳上抬起屁股 撒开脚丫子 跑向那座简陋茅屋 小跑时 那一席被师娘清洗的十分 素节的蒋僧袈裟 两只宽大袖口 缓缓飘摇 不惹尘埃 白衣僧人闭上眼睛 懒洋洋道 师父一趟走了几万里 把一辈子的路都走完 茅屋有房三间 奔南北的房间 就在李东西隔壁 小屋里出了一床 一桌一凳以清灯 再加上桌上几部佛经 竟然也就没什么多余物件了 这与师父师娘屋里子 过碗瓢盆乱七八糟 以及李东西闺房里 零零散散的心爱玩意 形成鲜明对比 李东西坐在 奔南北棉被 蝶放整齐的 狭窄木板床上 再翻来覆去 折腾一个 简易麻痣行囊 其实也就几件 换洗衣物 可他塞了一些 从娘亲那里 讨要来的铜钱和碎银子 一半是给奔南北 买佛经的 还有一些 则是托他去山下 买些物美价廉的 胭脂水粉啊 才子家人小说啊 小巧雕花装盒啊 他正愁这些银钱 够不够花泥 皱着小眉头 那神态与他爹如出一辙 吴南北瞧见了不出声 只是偷着乐 诺 奔南北 这串子坛念珠 是徐凤年送我的 你拿去 他说行走江湖 得讲究派头 要不很多家伙 都会狗眼看人低 说好了 是借你啊 不是送你的 师父看见了会不高兴的 你平时连摸都不给他摸一下 师父为此 已经给柿子殿下 在账本上 寄了好几百刀了 死南北 那你到底你要不要 要 出门在外 要省着点花钱 知道不 包裹里这些银子 嗯 你要是买书钱不够了 那就少买些胭脂水粉好了 反正你嘴笨 也不知道讨价还价 肯定要被宰客 反正山脚那边的胭脂 也凑合 哦 笨南北 别跟我哦哦哦 这些银钱一人一半 说好了的 不许把银钱全都给我买胭脂水粉 记住了没 哦 哦你个大头鬼 还有 我让爹帮你摘炒了一些茶叶 到了龙虎山 见到人就多送礼多给笑脸 咱们家走出去的和尚都得跟我爹一样 气度大 不过万一你被人打了 就别嘴硬 赶紧跑回家 我跟爹说一声 让他帮你出气 得嘞 我知晓轻重的 还有一件事 你别忘了啊 如果遇见了徐凤年 千万记得跟他说来咱们家玩 一定的 到时候徐凤年上山 你是帮我爹 还是帮徐凤年 帮你呗 你再说一遍 帮徐凤年 这还差不多 白衣僧人躺在藤椅上 听着屋里的小打小闹 没来由记起了许多年前一个冬季 在京城小巷里吃过的一种面茶 是很能养人的作物 梅子细细磨成的 面茶滚烫 轻轻摇晃 便在一只小瓷碗里荡漾 吃法也有一些穷讲究 嘴的贴着碗边上细溜着喝 转悠着小碗 如此一来 入嘴热而不烫舌 碗里头的面茶 也不会早早变凉 五脏六腑屋一处不暖和 大街小巷屋檐下 挂满了冰铃锥子 可喝这样一碗面茶 身子暖和了 心也就跟着暖和 当然 最让她感到在严寒里感到暖意的是 身边坐着一个女子 兴许不那么好看 心眼不太大 有些刁蛮 可大千世界里 茫茫人海中 偌大一座京城 万人空巷 数十万人 她没有看到皇帝陛下 没有看到王侯公卿 独独看到了她 她既然已经比很多世人 都要敬佛礼佛 便心中无愧 对得起那剃去的三千烦恼丝了 她只觉得 当不起那些崇敬的眼神 将她视作神明 于是与她一起喝面茶的时候 还有她掏钱结账的时候 她有些脸红 柴米油盐 粗茶淡饭 很好啊 媳妇说 那座京城 有太多不要脸皮的女子 不许她再去 不去便不去 白衣僧人笑了笑 睁开眼望着当空日陶 自言自语道 都老了 晒衣服的女子耳间 怒道 又有哪家的小狐狸精 不害臊来勾搭你了 身材异常高大的僧人 赶忙起身 跑去帮忙晾晒衣服 笑眯眯道 媳妇 我来我来 折腾完了行囊的李东西 站在门口 看着相亲相爱的爹娘 想着娘亲睡觉 打呼噜震天响 还没个睡相 三天两头被踹下床的爹 都能一点不介意 小姑娘顿时有些忧伤 徐凤年会喜欢自己 这样的姑娘吗 小姑娘红了眼睛 嘴角挂着满满的少女情愁 笨南北 我知道你下山 碰不到徐凤年的 小和尚慌了神 那我下了龙虎山 先不回家 去北梁找世子殿下 好不好 李东西破涕为笑 白眼道 算了 我是女侠 不在乎这个 小和尚傻乎乎 跟着笑起来 白衣僧人摇头叹气 怎地收了这么个 不争气的笨徒弟 女子会心笑道 南北不像你才好 当晚 小和尚奔南北 一如既往地睡得安稳 反倒是跟他 没啥关系的李东西 翻来覆去 睡不着 很晚才勉强睡去 清晨时分 一名辈分其高的百岁老僧 亲自来到后山茅屋 迎接一产蒋僧 去大雄宝殿那边 以须发如雪的老方丈为首 私立一些闭关的老家伙们 也都专程破关而出 广场上起码聚集有三四百个 身披袈裟的大光头 更别提许多躲在远处 凑热闹的小沙米小光头 十年难得一遇的盛况空前 如果李东西看到这幅场景 还不得翻白眼翻泪啊 小时候他还喜欢听和尚诵经时 数一数有多少颗光头 可年年数月月数日日数 总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幸好李子姑娘睡得晚 赖着还没起床 白衣僧人和小和尚吴南北 都没敢叫醒他 这位已做女侠为理想的姑娘 起床气可大得很 便是小和尚的师娘 都不敢轻易去出眉头 更别提一家四口 就属他们最没有江湖地位的师徒了 再者 吴南北也怕到时候自己舍不得 让东西瞧见了 要笑话或者生气 人海自动分开 眼神清澈的小和尚 和慵懒的白衣僧人 并肩而行 以老好人著称的老方丈 笑呵呵走下台阶 见着了小和尚 打心眼喜欢 老方丈正要说话间 看到原本病拢的人海 再度分开 抬头看去 就瞅见一个在两禅寺 就是最大的小姑娘跑了过来 竟然边跑边哭了 奔南北的师娘 站在广场边缘 停下脚步 一脸无奈 姑娘跑到爹和青梅竹马 长大的笨蛋小和尚跟前 一路哭来 已经哭中了眼睛 约莫是跑得急跌倒过 身上沾了许多尘土 她死死抓住 小和尚的袈裟一脚 伤心欲决道 奔南北 我做噩梦了 饶氏在场 大光头们 都是名动天下的 得到高僧 此时此景 都是善意地轰然大笑 白衣僧人 与老方丈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 微微叹息 李东西死死 钻住小和尚的袈裟 生怕一松手 就再也抓不住 这片袈裟 再也见不到 这个天经地义 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笨南北 她伤心欲决 哽咽道 我梦见你死了 成了佛陀 你说要往西而去 再也不理我了 我喊你无南北 我说不喊你笨南北了 我还说让你喊我离子和东西了 可你就是不理我 还是走了 南北 我梦到你 站在北梁城下 我站在城头上 只能看着你 你前面是密密麻麻的 可怕骑兵 不知道有几十万 可你说天地之大 荣小僧只在这北梁城前方寸地 为李子竖起一道慈悲 然后那些坏人就一起射箭了 他们也不冲锋 只是一波一波 剑雨泼在你头上 你先是流血 整件袈裟都红透了 后来你在原地坐下 低头念经 血都变成金色的了 然后你就变成了佛陀 爹说过 这就是菩萨低眉金刚怒目 你成了佛陀 你再也不肯见我了 奔南北 我不要胭脂水粉了 你别死 好不好 姑娘说得断断续续 梨花带雨 与老僧们说经讲法 有天女散花 完食点头风采的小和尚 估计是心疼东西的伤心 也跟着哭了起来 整座广场僧人尽悚然 被震撼得无以复驾 老方丈眼皮脸了脸 轻轻望向白衣僧人 后者笑了笑 道 无妨 我这徒弟不去龙虎山便是 我去 师父 行不行 老方丈微微一笑 本应该情理之中 这次却是天大意料之外的点头道 行 小和尚奔南北 挣了郑家沙衣金 双手合十 面朝背后高处 便是大雄宝殿匾额的老方丈 低头轻声道 小僧如果真的可以成佛 今日起 却也不想成佛了